我就邀請伯多芬 即是他死了花生 為甚麼能做到的 如果他約你去EON你去不去 不去啦 因為你喜歡逛 Max & Spence 對 喜歡逛 Donky多一點 究竟漂亮的定義是怎樣的呢 是否一定要養漂亮 身材正 才為標準美女 不如今天我們一齊問一下嘉賓 他的標準又是怎樣 Let's go 歡迎我們的嘉賓希文 Yeah 好 我們這個節目是要Cheers開始的 我們Cheers Yeah 我想觀眾最熟悉你 就是在ViuTV這個節目 肥美人 你就是八強 我看到你在你的決賽 你是唱你的原創歌 是呀 你是自己作歌的 自己作呀 是 你本身是懂得作歌的 我現在跟著阿sir在學編曲 我非常喜歡把自己的生活寫成歌 而且好像日記一樣記錄 個人感受呀 看到的東西呀 那首原創歌就是 是不是關於感情呢 那首歌是關於 生離死別的 即是那首歌是叫做 If we die tomorrow 那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聽完 你今天的決定會不會跟原本的決定不同呢 因為有很多事情 你不是說可以等的 通常一些很簡單 譬如跟Danny Lambie說聲 I love you 應該要及時要做的事 我就把這個感覺寫在這首歌上 希望大家在人生裡面 不追求超級快樂 但是追求不要有遺憾 所以我就覺得 需要寫成這首歌 我也知道這首歌是拆桥的 我把我很多元素放進去 我贏不贏都沒關係 最重要是我可以表達到自己表達的技巧 我就邀請判多分 就是他死了花生 怎麼能做到的 很幸運地 他以前寫一首歌 又很適合合 想放一些經典的元素進去 但你是在哪個時間 怎麼去寫這首歌 你突然間有這個啟發 啟發就是入了決賽 趁這個比較大的舞台 就寫一首 啟發性一點的歌 聽起來 你好像想寫這首歌 是比值得很愛你的人 那是不是之前感情上 有些小波折呢 我身邊的人 好像 經常聽回來都 好像很慘 因為人家對你很壞 但是又難死不走 但是又想人家改變 所以在我的感情路上 是比較理性一點的 我不理解 為什麼還要留在這個relationship 有很多人會 因為一些很不重要的東西 而犧牲可能和家人的時間 或者真是一些 愛你疼你的人 然後就覺得 哇 你好寵 那你第一次拍拖是甚麼時候 沒想到你會問這個題目 不過我先錄一下 我第一次拍拖 你呢 我第一次拍拖 中學的時候 欸 這麼厲害 18歲 剛剛好 媽媽說18歲才可以拍拖 媽媽說幾歲都不要拍拖 有些東西說不買的時候 即是我說不到自己 當然是說難 就會覺得 你享受這個時刻 但我為什麼要有這麼有目的性 反正你就算有目的性 也未必可以成真 因為我之前也有遇過 渣男生很渣 跟我們有relationship的時候 接著就出軌 所以出軌很多個女生 你不是選拖寨的人被人喊嗎 不是 那時候還沒有這種 我還沒有的 我希望有他會被人騙了 後來也有原諒他 然後又再真正了 原諒了他 是不是很傻會主 那我真的不行 我不行 那我原諒到你 一次不中 八字不容 我覺得香港人很多都很一讚感 就是覺得 in a relationship 之後 你就不可以分手 是覺得 我的選擇我要 靜受 調露自己選 當然不要哭 說起這件事 是 你有否理想型 你現在幻想到理想型 我有這五個男神給你選 古天樂先生 今天是姜濤 OK 還有我們肥仔 ad era 還有游客秀 我們智力代表 我找得幾天 你還挺帥的 還有我們是張天賦 你是喜歡哪一類型的 先用剔除髮 MC我不會 為什麼 我覺得他很playboy 但他的形象是很playboy的 我明白為什麼他有這麼多女 如果他約你去EON 你去不去 不去 因為 你喜歡走 Mark and Spence 對 喜歡走 Donky多一點 肥仔不會 為什麼 因為 比較偏向 唱歌OK的 我會選 古斯蘭 他全能了 對 這個擺出來是不是博被人選的 還有可以不選他嗎 是不行的 你給你選 你選什麼 當然是古斯蘭 你不選我 你拍拖上面 你是先看他的樣子 對 直接回答我 直接回答我 對 樣子是怎樣才可以提問你 有沒有看高校音樂 對 我沒有看 那個男主角的樣子 你第一眼是先看他的眼睛 還是人家 你看什麼 你看什麼 我看 對 挺英俊的 好 聽說話吧 我們先說一些serious 觀眾在ViuTV的肥美人節目認識你 其實在你心中怎樣才為之肥 肥的感覺是你是不健康 是完全對自己人生已經放棄了的狀態 那時候肥我是 很肥的 但女生經常都很挑剔自己 小時候會不會都是這樣挑剔自己 小時候就是挑剔長大 是自己挑剔自己的 因為我不懂得欣賞自己 小學開始 已經開始和自己說要減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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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肥 為什麼會減肥呢 因為會被人笑 為什麼呢 因為小時候不是有什麼體驗 但不是真的肥的 是真的他們輕 你過輕了 對 他們真的很輕 對 但你也不算是肥 可能是你高一點 你發育被人組 那這些已經是磅數會增加 或者肌肉量多一點 其實這反而是更健康 但在小朋友的時候 他們就會笑你 是我自己看得太重 那時候你是介意的 其實我是介意別人怎樣看自己 我不是介意我肥 我會把所有我做不到的事都歸咎於肥 做什麼做什麼就是因為我肥 對 已經去到這個原罪 然後我去到外國才發現 咦 原來是最瘦的 我以前會覺得瘦就很漂亮 但是長大了 認識多了人之後 我就發現很多人就算瘦 漂亮 他們的生活都不懂得令自己開心 不懂得快樂 我覺得快樂是一個選擇 就是你有什麼事情面對也好 你選不選擇去快樂去看 所以我就覺得 原來快樂是自己選擇的 這個人生很簡單 今天選擇快樂就行 我就覺得 升級了就覺得 沒什麼令我不開心的了 是哪件事令你轉念 減肥減肥盡頭 我試過躲起自己不外出 就是煮一些減肥餐 但你覺得哪個方法是最合適的呢 我覺得呢 首先接受自己的身形是最合適的 好的一個減肥方法是最合適的 真的 你夠不夠堅持 好像說到我是成功人士 不是其實我 你一天不接受自己的身形 你都不會成功地可以享受到你很開心的成果 或者能夠成為那個你覺得標準的自己 因為永遠你覺得減肥 減減減 到最終你都會覺得自己不夠瘦 我經常見到一些人 挑剔自己 或自己明明 在我眼中已經覺得 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依然會挑剔自己 挑剔自己不重要 但你挑剔自己不重要 但你挑剔人 因為你怎樣看自己 其實反映到你怎樣看一個人 對 他的標準 如果你看自己永遠都是negative的東西 那你看人也是這樣 你亦令自己不開心 又令人不開心又何必呢 你有沒有把這個心態寫成歌 去分享給你的觀眾 我是把這個心態灌輸給學生 聽我歌的人 然後看我的影片的人 人生真的是很短 但我是這樣想 我經常覺得 明天一格式遇上來我死了 那我怎樣呢 然後我就覺得 還是算了 快快樂樂地過 但不是本事 Ian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而且每一天都當作最後一天這樣用 都很盡力去做每一件事 跟自己說 我明天死了也不會後悔 那就是我今天做得最好的事 對你來說 有每一個bucket list 你要tick的 To-Do list 每天都有的 是 每天都要安排自己的時間 做某些事情 我不會怪責自己的 如果做不到 但我起碼有個方向 告訴自己 我要做些甚麼 嗯 即是我的人生是比較密密麻麻 我不能換 我很喜歡上班 只是想上班而已 很簡單 我的訴求就是想上班 沒有其他事 如果家人有個小時候 小時候會說 你這麼胖要吃少點東西 朋友 我媽媽有的 都是這樣嗎 媽媽呢 我說肥美人 然後她說 你怎麼會玩這些肥美人呢 肥美人站在一起就很濕陷 標榨自己肥 她就覺得 為何要標榨自己肥 你要參加港姐 你要參加選美的 媽媽想喜歡這種傳統的選美 才是為之漂亮 對 即是要出來穿衣服 沒有肚腩 胸液很大 對 氣很大 對 那類 很優雅 很優雅 很根深細顧 很根深細顧 價值觀 玩肯 對 以笑大過 對 但我之後媽媽看到我 找到自己喜歡做事 她都很開心 我猜 看了這個節目之後 她有沒有改觀 沒有 詩詩她送她的食品 都是說 你喜歡玩這些肥美人嗎 然後我爸爸媽媽的思想 不是說特別不傳統 他們有支持你玩這個遊戲嗎 對 有支持 當時他們 都不能不支持 因為你已經去過了一步 沒有了 哈哈 因為我基本上太多人意見 最後我連我自己的膽量都沒有 我自己選擇而已 因為沒有影響到你 要左右我而已 好對自己有沒有自信 可能矮一點 就沒有自信 吸不到女 短一點也沒有自信 頭髮 短一點